目前面对西向贪污与烂权罪名的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,昨晚在社群网站突然公开被指控接获7亿美元捐款的相关文件,以其证明他私人户头的资金并非来历不明。 纳吉,Najib Razak,在十日晚上,在脸书首度公开相关文件,并提到这是他透过律师团队千辛万苦拿到的证据,其中还包括沙乌地阿拉伯王子阿多拉阿兹,Pudero Abdullet 6L,Saud,承诺捐赠的信函,并提到纳吉可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笔现金。 文件提到他曾在2011年,分别从王子及沙乌地阿拉伯外交部银行户头收到2000万美元及8000万美元,一共1亿美元现金,除了让纳吉可以自行决定使用这笔钱外,也相信纳吉会透过这笔钱持续推广伊斯兰相关发展活动。 纳吉出示沙乌地阿拉伯王子的信线表示,由于2010年爆发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,令当时的沙乌地阿拉伯王室非常忧虑,因此希望汇款给其他伊斯兰国家政府,以协助确保局势稳定。 信中也强调这一亿美元不是贿赂,而是礼物,加上欣赏纳吉的为人处事,因此这笔现金不违反伊斯兰教义。 纳吉表示,他将这笔潜入于党的政治用途,包括购买多辆货车,可惜最后遭到现任政府充公。 同时,他也附上银行存据,解释这笔现金为何在辗转多年后才成功混入到他的私人户头。 他解释,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为质疑相关款项来源,是因为纳吉曾出示沙乌地阿拉伯政府的信函,以证明这是沙国政府无条件的捐款。 纳吉补充,未来将会在社群媒体或媒体访问时陆续公开其他文件。 逐一解释曾收过的现金来源与动向,以洗清自己的指控。 2015年7月2日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揭露,纳吉可能将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,EMDB,的7亿美元公款汇入自己的私人账户,并掀开一马公司负债累累与营运记录糟糕的真相, 导致纳吉在今年5月的全国选举所领导的阵营败选,而下台后的纳吉更遭到反贪污委员会调查,在过去两个月被指控其项罪名,目前保释候审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。 路透 分享